吕秀莲公开叫嚣 开罗宣言就是一张A4纸 根本没人迁近日 台当局将在2019年实施的高中社会科新克刚草案中 把开罗宣言相关内容删除一室 引起极大争议 对此 吕秀莲更是拿出纸本开罗宣言 声称自己可以讲明白 据台湾深绿媒体明示新闻报道 吕秀莲首拿纸本开罗宣言 叫嚣这一张就是开罗宣言 它是一个A4的纸张 全部只有四段 总共22行 上面标的是新闻公报 你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日期 哪一天在哪个地方发布 再仔细一看没有人签署 在蔡英文欢迎友邦典礼上 发生一起流血事故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卡特斯赴台 蔡英文昨日12日 在蔡英文办公室前 以军礼迎接 而现场发生了一起流血事故 据台湾深绿媒体明示新闻报道 先前传出反年金改革团体 要前去抗议 让维安工作如零大敌 尽管现场并未出现抗议群众 但典礼前 在台湾市部门的坐车 进入蔡办前面侧门时 撞到送快递的机车 造成机车司机受伤流血 对于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赴台 蔡当局可谓用心良苦 慎重安排了此次接待巴拉圭总统的活动 蔡英文不仅陪吃牛肉面陪下乡 还将送上大礼 因为自今年6月13日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 与中国大陆建交后 就有美媒预测了 继巴拿马之后 可能会与台湾断交的三个国家 尼加拉瓜巴拉圭圣卢西亚赫然在列 韩美 韩国国民意识已增强 要摆脱对美不平等关系 位于韩国首尔市中心的龙山美军基地 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几十年来 这里一直是驻韩美军的指挥中心 11日 驻韩美军陆军司令部 从首尔南迁至平泽 迈出了驻韩美军 重新部署的重要一步 对此 韩民族日报称 随着韩国国民意识 和基本权力意识的增强 以美军基地坚移为契机 韩美同盟也应摆脱以往单方 为另一方提供帮助或提出要求的 不平衡关系 以相互平等为基础 朝着平等合作的同盟 关系发展 普景会域中对墙壁说胡话 行为异常被移装风 有迹象显示普景会 在拘留所行为怪异 据韩国时报12日报道 韩国前总统普景会 近日接连在拘留所 和法庭上出现异常行为 被人怀疑惊是异常 由于普景会 已经连续两天 以矫痛为由拒绝出席庭审 未能与三星电子实际 掌控人李在荣和闺蜜催顺时 进行法庭对质 他的健康问题 再次引发韩国各界关注 有人认为普景会 这是故意装风卖傻 目的是博得同情 以免受惩罚 非外交部 南海行为准则 框架协议达成是一种 鼓舞菲律宾外交部 7月12号发表声明 重申了领土争端 应该用对话来解决 声明称 杜特尔特政府 坚决维护菲律宾的领土要求 和海洋权益 但认为南海争端应 本着木林友好的精神来解决 杜特尔特政府 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重 这营造了一种 事宜于对话 合作和发展的良好氛围 菲律宾政府采取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这改变了该地区的 地缘政治格局 也改变了菲律宾人民的生活 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的达成 是对菲律宾的一种鼓舞 这将有助于各方 继续进行有效的谈判 美阿拉巴马州发生枪击事件 至三人死亡 枪手在逃 美国警方 12日说 美国亚拉巴马州 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枪手在逃 亚拉巴马州 加登戴尔市警察局 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消息说 加登戴尔市一社区 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 现场发现三具尸体 枪手在逃 目前还不能公布受害者信息 当地媒体援引 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说 三名死者中 有两名女性和一名男性 据警方公布的信息 枪击事件嫌疑人 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 开枪后逃逸 嫌疑人持有武器且很危险 据当地媒体报道 初步调查显示 这是一起 由家庭纠纷引发的枪击事件 韩媒 韩剧或9月重回中国 夏至未至未韩导演指导英卫萨德 中国到底有没有出过限韩令 这个中国政府自始至终 没承认过的传说 一直困扰着韩国 急于进入中国市场的 韩国娱乐业尤其受困扰 12日 韩国亚洲经济中文网 为韩国娱乐业突传喜讯 称 最快9月韩剧 就能重新扣开中国市场大门 文章还称 在湖南卫视等中国播放平台热播的电视剧 夏至未至实际上是由韩国导演指导 剧组班底 也启用大量韩方人员 但剧组为掩人耳目 隐瞒事实 双普会积极性号被各种搅局 美俄难握手言欢 双普会能在多大程度上 改善美俄关系 目前看来 答案并不理想 就在美国总统克朗普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实现首次会晤之后的一天 美眉在报通俄门星亮 两天之后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在乌克兰做出关于对俄制裁的强硬表态 三天之后 美国主导的两大北约联合军演 在黑海海域拉开帷幕 虽然特朗普与普京成功握手 但美俄显然难以轻易言欢 日本黑寡妇连杀数任政府 认罪两天反口称不计的 有黑寡妇之称的日本 70岁女子剪千佐子 涉嫌多年来连环杀害多名男伴 于2014年被捕 他一直坚称自己无辜 但在周一 10日出庭时突然改口坦诚杀人 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他竟然称自己将笑着面对死刑 不过 他周三 12日在出庭时 却推翻认罪宣言 据美日电讯报报道 案件于6月26日 在京都初次公审时 剪千佐子表示 把一切交给律师 而辩方律师 则已患有认知障碍症为由 主张被告无罪 周一出庭时 辩方本来对检方的质问 已保持监默应对 回检察官问 剪千佐子 是否为了遗产 而谋杀第四任政府 简勇夫时 他突然执任不讳 又只在该段婚姻中 经常因钱财问题 而遭受恶劣对待 日媒曝传安倍提前回国住院 用管子送药至大常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提前一日结束欧洲之行 于11日回国 但其回国后立即住院的消息不静而走 密切关注内阁改革的日本政界一片哗然 据日本Livido网站报道 安倍被传身体状况 恶化是从东京都议会选举时开始的 虽说这是一场决定政权走势的重要选举 但安倍却没有进行街头演说 结果成为一场历史性大惨败 6月9日 深夜零点过后 安倍的主治医生匆忙赶往其住宅 据称 当时有多名医师乘坐四辆出租车火速赶来 深夜照一 多半是因为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某日本政界人士爆料称 安倍首相回国后住院的传言在2、3日集中爆发 虽说一般认为是其顾及溃疡性大常言 复发 身体状况恶化 但有记者团发表了住院诊断的消息 并且描述的会声会色 不过 也有解说称 出席G20峰会之后入院 也说明他想证明 自己出访都没问题 身体好着呢 更有关于其详细治疗方法的传言称 由于一直以来服用的药物不见效 医院直接用管子往大厂送药物